可以再改变颜色 那做法上面 前面有没有讲 所以待会第一个请各位就是 先把那个不标准再改一下逻辑 第二个的话就是 一样的动作 如果用VBA来做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刚刚程式已经写完了 所以有的时候 有写过的程式 我只要再加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可以把那个增减体重的偶尔 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复制来改比较快 所以这边习惯这样子 把它Ctrl键按住拖拉 这边的话呢 再把偶尔后面加一个过胖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找出那个过胖的那些人 那这个时候在VBA里面 就必须在哪边呢 在这个逻辑底下 不标准吧 再加上一个逻辑 习惯上一定要按Tab键 下一阶 不然的话都一幅 同一阶我分不出来 哪一个是里面 哪一个是外面 所以通常会怎么样 一幅 不过程式好像跟上面很像 一般习惯怎样 会拿这个来改 这个 把这个偶拿掉不就好 这样就写完了 OK 再来呢我习惯一定要把什么结构打出来 所以再来的话 else 反之然后end if 那当然刚刚输出不标准了 我拿这个来用好了 那这边只是说把 如果它是大于5%的话 那就过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把它改一个叫过瘦 反之的话呢 就是过胖 那这边就是直接拿这个再复制过来 这边的话改一个过胖 OK 那因为我需要把那个过胖的人 做格式化 刚刚在那个函数是必须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是VBA的话 它的好处是你可以直接就改制 改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sales 官方无线不要打 先点一下phone 我如果希望它的字的颜色 改成什么phonecolor 所以你phone点color 把它改成呢 红色的话就记得RGB 颜色一定RGB 25红色没有其他的 这样的话呢 就字的颜色就搞定了 再来的话呢 底色的话呢 就是sales点 打一个in就可以了 intro 这个introcolor 所以点color 如果是黄色的话呢 一样是等于RGB 前刮壶 红配绿嘛 所以这边的话25250 这样就OK 记得 瓜糊后面一定要补上 不然的话 它会变成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储存格的字 跟底色全部都会被改成红色的字跟黄色的底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有写过 然后呢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执行 一样 我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完之后的结果 就看到应该就会是我们要的这个样子 这边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OK 输出 过胖 我刚刚是已经写过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不能一样的东西 这个把它删掉 把它执行一下 过胖 其他都OK 执行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除了逻辑部分的改变之外 我的字的颜色也变更了 所以刚刚这边多了这个叙述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又把综合练习部分改成过瘦跟过胖 然后VBA部分的话也稍微改一下 并且加上格式 把画面现在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这部分 那我刚刚做的部分也是一样 又把它拍照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找那个我刚刚一样写的程式的话 那个云端上面都有 可以参考一下 我把那个我刚刚写的程式 一样贴到云端上面 所以基本上从这个地方综合练习一 公式部分在这边 标准不标准 end跟or这边 那VBA就是这一段 有1234刚刚写的 那这个是一个图 你没办法复制的 真的能复制的就是这一些 如果你现在假设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先复制贴 先键按钮按按看 然后把一些比较关键的程式 delete掉重新打一下 因为不过还是建议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回去就是自己再把什么 把这个图里面的东西 自己再把它做过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熟练 以后你看到比较复杂的那功能 你才有办法把它打出来 那真的是看到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样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再来就是过胖过瘦 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有把刚刚也是这个程式在这里 底下也可以贴 那这部分的话 大概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 这个部分我想大概就先到这里 可能顶多就是说 会有同学会问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里面可能他需要是 那个什么 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健身中心吧 然后呢 的会员好了 他希望留下来就是那些 所谓的不标准那些人 因为不标准的话才需要到健身中心 标准 不过好像去的都标准的 反而不标准都都躲在家里 那如果说今天希望怎么样 你可看能不能够 某些读题